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 我是哈姆華德 來玩這款古惑三國字 我們來登錄一下 好 那今天是9月21日 遊戲是9月20日上午10點 公測 那這邊是天天10點啊 8日千道啊 一些活動吧 那我們就伺服器看一下下 古惑 古惑不是古惑宅嗎 為什麼他用古惑呢 古惑是什麼意思啊 我來查一下古惑的意思 派遣四方將星轉世 更有仙官下凡麗節 好像沒有人說古惑是什麼意思 本義是指 狡猾精明 而且是粵語獨有的詞 然後古惑宅就是 電影走紅 大概是這樣 古惑 因為我實在還是不知道這個古惑的意思 我實在還是不知道這個古惑的意思 好 張星財 熟悉的張星財 怎麼感覺好像玩過的感覺 糟糕又是玩過的遊戲 讓所有人都知曉主公之名 你說這樣啊 遊戲名字沒看過 然後試玩看看 然後就覺得好像很眼熟耶 他換個名字又搞一次你也不知道 搞不好台服有出啊 台服也蠻多傷果的啊 只是台服 我是陸服啦 陸服跟台服那個傷果 通常會換來換去 名詞會換來換去 好 這個是比較Q版的 王源姬 那我是哈姆 好 來吧來吧 就當作沒玩過 當作沒玩過 因為都很像嘛 放肆掛機 然後又是三國 然後引導者 不是張星財 就是觀音品 欸 觀音品比較少吧 就那幾個人啊 小喬啊 貂蟬啊 都會有 他的語音有點好像念作文一樣 沒有什麼感情 好像那個小學生念作文一樣 我永遠記得那個小學的時候 不是要參加那個演講比賽嘛 然後就找那個 長得比較可愛的女生去演講 然後幫他 擬好那個文章 然後開始訓練 然後我們班上還要 當作聽眾在那邊聽他演講 聽了好幾次 有過煩的 然後大家還要鼓掌 講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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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辦法 你心裡 內心覺得很煩 你也不會表現出來 因為 學生時代就是同彩 然後大家還要鼓掌 追求大家的認同 大家做什麼就跟著做什麼就對了 然後張心彩 不要焦躁 治療恢復 還蠻可愛的啦 這個角色 就Q版可愛這樣 檔案大概 幾百MBR 好像六七百 不知道 剛剛下載了一下下 我來看看多大 應該要找一下 哦 650左右 位屬 神魔 然後這個是 站位 這種如果不是九宮格的話 就是固定的啦 哦這沒有陣型啦 我在這裡 那他應該是九宮格 就是九個 站位然後你可以去調整 你的陣型這樣 然後這個是陣營客製 衛 武鼠 然後神魔護客 然後會有一些陣營的buff 就該有了他都有了啦 如果這款台服沒有的話 這款 OK 是可以的 但是就看有沒有代理啊 因為比他還要糟糕的三國卡牌 好像還蠻多的 他戰鬥有一些特效嘛 然後有一些語音嘛 然後有回合制嘛 該有都有了 而且也不差也不差 好一件鄰居掛機收益 921了耶 921 是一個地震的日子 像有一些災難的日子啊 就是如果你有經歷過你會記得 921那個台灣大地震啊 地震 其實還蠻多人的 大概7000人吧 就是我從小到大遇到最大的一次地震 真可怕 地動山搖 牆壁都裂開了 櫃子都倒了 有一些房子瞬間變微樓 像311是 日本海嘯 然後那個 河電就 被那個海水倒灌 然後就發生災難這樣 那時候那個福島勇士喔 我記得那個福島勇士 都要簽生死令 你要進去搶救啊 你穿那些防護衣孔都沒有 都會死掉 事後都被輻射感染 然後身體就出問題就死掉了 啊那個 這是311嘛 911的話是那個 美國雙子青啊 那個電影我演 那是我沒看 那聽說那些消防員 當時去栽救那裡消防員 因為吸太多那種粉塵 那些因為太多有毒的東西 其實他們之後身體都出問題了 可能就死掉了 也是災難日啊 都會拍成電影吧 台灣的應該未來吧 可能未來吧 未來的人 後人可能會拍吧 欸好了捏 已經7點了 不是7點 已經7分鐘了 玩到錯亂了 教學還ok啦 就很快就完成了 然後這是我的頭像嘛 可以換一下 這個是什麼 張心才王元吉 這個是誰啊 剛拿到的是不是啊 杜龍嗎 杜龍 因為杜龍通常都會設計成 有點滿足有沒有 然後紅頭髮子啊 他的力會ok啦 但是這邊點的話 可以去切Q版的跟正常力會 然後沒有語音 然後這邊升級是30點 然後之後就要突破 這個中規中矩啊 喔這不是我 這是魚鏡喔 我發現是我耶 這是魚鏡 一開始是他 然後再來是 張心才然後加入我 王元吉有加入我 然後我沒有支援 好這邊就其他的玩法 我覺得這遊戲 就以我玩 這麼多種方式卡牌 來說的話這個遊戲算 中上了吧 已經很好了 我覺得玩起來已經很好了 就力會ok 然後戰鬥也ok 都有語音這樣 寶法軍團 還沒開 招險館 目前應該是沒福利啦 祝福遊戲如果你想要福利的話 就是要透過APP去領 不然就是他比較少會在郵件裡面放 台服的話才會啊 說什麼預約幾萬人 然後信箱 郵件可以領到一些 這個是做給那些 像我們用的啦 我認為是這樣 就把這個功能做出來 到時候有海外版我幹嘛的 國外版的時候他就 就可以添加這樣 台服都是這樣 再先領取一下 然後這個是 四任務嗎 對啊這個是四任務解鎖神兵啊 招募一下 哼 招募炎 他是那種二次元的 就是不是你平常玩的那種三國的那種力會 比較偏 二次元的 好我們有這個斬蛇劍 這邊有一個武將 武劍 這些力會都是美型的齁 美型二次元的 他會有一些 孫上香 不能直接切喔 小喬 小喬的造型就是月兔嘛 有一個兔子 有一個形象 男生就不看了啦 男生也就是那種 比較偏二次元的 卡通的 好觀音屏 好這邊是下一個神器 呃充值六元領三日登陸禮 然後黃金起義一隻七日常任務 好四天後可以領張心才 主線公主線會送大橋 這是張心才啊然後這是大橋 大概通關四關啦不是四天 因為這個減體值 很小看成天 我想說要四天會不會太久 遠征玩法還沒開 然後我們就 挑戰 呃神兵嘛當然已經有了 這邊有加五運 五運零幾 隨機對兩名敵人造成真實傷害 三百疊 然後有三十趴蓋率附加流血狀態 連回合損失 損失六十點生命 然後這邊有一些陣型嘛 追行陣出水陣三才陣長蛇陣八卦陣金屬陣 大概有一些加成啦 就站位的加成 大概是這樣然後 位屬神魔一鍵上陣 好戰鬥 那一開始不會卡關啦 因為 這種遊戲一開始都 可以讓你一直打一直打一直 絕對不會那麼輕易讓你卡關啦 卡關就是要掛機 我現在應該是 屬位吧 喔這邊 屬跟位嘛 三個屬國兩個位國 有一些加成 好戰鬥一下 這個遊戲 我開頭說很眼熟 但是 我玩到這邊為止 我應該是沒玩過 因為它這個地位Q版比較可愛一點 就這種大頭娃娃 然後身體 就短短小小的 蠻可愛的 應該是沒玩過 玩過的話不負責任 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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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忘光光了 對不對 好那就先玩到這邊吧 阿衛炎 升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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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支援啦 先平均升一下 對阿 以前我玩過最久的三國卡牌 應該是少年三國 這樣吧 少年猛將吧 好像也玩了一個月吧 一個月算久了吧 感覺一個月就算久了 手遊能玩一個月就算久了 人家手遊那麼多 對不對 你能玩一個月表示 已經不錯啦 給面子了 好這邊有一些商鋪 各種商鋪 然後這邊有鐵匠鋪 把這個武器給那個 換造一下 升級一下 然後保障格 這邊有玩家抽到什麼孫上香的 這個就不知道 這個要點才知道 玩法這邊要看才知道 冰團應該是工會吧 好那我們就試玩到這邊囉 我覺得台譜應該有機會出啦 就看了有沒有帶 反正這遊戲那個陸府 已經公測了嘛 已經正式正式開始玩了 好那我們就玩到這邊 我是哈姆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讚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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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再見囉